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发言还会怎样 没什么嘛 后来他住到加护病房 因为整个的手 他的手开到很严重 后来就什么海洋湖峻 倒要死人 会到死人 你可以想象得到吗 所以这个真的是不可小看 另外我想今天特别从国际新闻来讲 哦 苏马克 我们现在开车倒车入库一次到位的 我们都叫他苏先生 苏小姐 OK 人称车神的苏马克 果然开车没事 结果他怎么样 滑雪 滑雪跌倒 头部撞到石块陷入昏迷 然后呢目前没有出面说最新的状况 OK 那么在接受这个治疗 严重昏迷 表示状态很严重 我记得好几次有名人就是 你记不记得有个演员的老婆也是 辛德热名单的那个的 连恩尼迅 对 对 他的老婆也是滑雪撞到树 撞到树就死去了 所以滑雪原来是一件蛮危险的事情 所以像这种的就是属于要做这个急救 那么可是意外发生的时候 先问一下Doctor 苏马克意思是清楚 还能自行离开意外现场 然后身体有一点摇晃 然后呢 坐了直升机 去了这个南法的格勒诺布尔医院进行急救 可是到原前就昏迷了 表示他还摇晃的可以坐上直升机 更来就昏迷了 恶化很快 恶化那么快 我想这个是常常会见到 因为该重疾的初期 那个血管没有破裂 可能频率破裂 可能在当中就会开始发生出血 其实当中他不能起来 如果当时躺着休息 或许由人家来帮他不要出力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他说是苏马克 他说这样应该没关系 因为他以往可能在赛车场上 已经很习惯了 都撞了以后没事 但他没有想到那整个赛车 是多少人的心血结晶 他从车体到整个撞击力道的 整个分散 然后我怎么防护 跟滑雪完全不一样 你知道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所有人都说 原来滑雪比赛车危险多了 而且滑雪通常我们不会戴什么 户具 他有戴头盔 我昨天有看CNN 他是带小孩子去滑雪 去滑雪 他那个CNN的记者 有到现场去模拟一遍 结果他就是在滑雪的时候 其实旁边有石头 他把自己弄到 他弄到 他弄到他也不知道怎么严重 他又爬起来啊 又会走 他是滑岛去弄到 滑岛滑雪滑倒了 去撞到那个石头这样子 所以我请教一下卢医师就是 我们要怎么判断说 自己其实处在危险状态 只要头部有撞到 身体有撞到 都应该要小心 常常外国人都想笑我们说 我们台湾人 为什么每天骑机车 为什么不开车 骑机车那么多危险 常常经常撞到 幸好是在十几年前 我们在推动大安全帽 那个部长他推动 他减少了很多头部的外伤 但是外国人 他们最常见是滑雪 我们骑机车是去为了打拼生活 可是外国人他是为了去享乐 为什么要去冒那个危险 其实头部外伤 颈部外伤 常常发生在这些滑雪的 而我们是为了生活不得已 所以你是叫人卖一滑雪 但滑雪本来就是一个满危险的一个动作 不是 有滑过雪就知道了 那个下坡一定是有那个坡道 那个冲击力量其实是很大很快的 他有报导说其实他撞击 头部撞击到石头的速度 等同于被一辆10速100公里的车子撞到 撞到他的头 所以其实撞击力量很大 那再请教的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速度快 马上陷入这么严重的昏迷 这个有时候头部的外伤真的是运气 我们曾经有看过撞得很厉害 整个头骨都裂开脑浆都跑出来 然后在现场就停掉了 然后沿路就一直CPR进来 七八分钟才到达急诊室 然后我们把它急救起来 然后决定还是赶快做电脑断层 因为头部这个头骨整个裂开 但是他进去做完 马上又停掉又急救 我就看着我们跟着去做检查的那个护理师 就跳上床上很勇敢 他就跨在病人的身上这样急救 再回来再继续救 结果电脑断层一出来看到 他头虽然裂得很厉害 但是他伤的情形是只有前额而已 因为可以断定就是说 他可能是碰撞的时间很短 一接触马上离开 这种他力量传导就是比较浅而已 他我们就决定继续救下去 结果后来差不多两三个小时后 整个稳定下来 病人在第三天就全部醒过来 那有些老姜都跑出来了 还有办法这样喔 对 有些就是很可惜 像我大学一个同学 他在林口长庚实习 他在台北发生了车祸 他还跟着警察去警察局做笔录 然后他还机车还继续骑骑骑 从台北骑回林口 听说他就是骑回去在宿舍里面 自己就在那边睡觉 才就都没有再醒过来 外面都没有看到什么伤 他弄一个里面其实流血他不知道 对 所以初血它有各种各样的初血 有硬脑墨外出血 有硬脑墨下出血 有挫伤的各种初血 然后有时候表现得快 有时候表现得慢 其实说喔 车子里那些比较矩 你知道吗 那是炉外的 就比较浅的地方 炉外的那个初血 就是头骨以外跟头皮之间的那个初血 因为我都经历过 是 我是在嘉宜出车祸 然后呢就是学生用摩托车载我 然后他闪一个那个 骑脚踏车的阿伯 然后我就从 我其实已经 我在那刹那间 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车祸的瞬间喔 大概那次如果死 大概混了 你们不知道飞到哪里 那是真的是有可能的 因为我醒来的时候 我有意识的时候 我已经是在医院了 后来听说 我的脸还在地上拖 我都不知道 OK 然后所以我就 我醒来已经在嘉宜的那个 省力嘉宜医院了 OK 然后呢结果后来就 稍微好了一点 大概混了六个小时啊 然后就醒来之后 就觉得不能再 妈妈已经下来嘉宜了 已经通知家里的人 然后就赶快再 报计程车就 送回台北 到台大医院 到台大医院的时候 我跟讲 当然这边都是 都是有沟啦 这边都整个都磋伤了 然后我就觉得 我头好痛好痛 因为后面这边 经济离开始症了嘛 然后呢就在台大 急诊呢 等了两天 也没有病房 也没有病床 也没有人告诉我要干嘛 所以我就回家了 当年啦 我就回家了 后来是我一个朋友 一个叶老师 他来看我 然后他就说 我还 我还坐在门口等他 我是说我好不舒服 这样 我车祸了 可是我现在也不能干嘛 就只能说再去回诊 他说不行 你这样太严重了 所以他立刻把我带到 那个当时的庆生医院 那时候还没有健保的时候 那样 然后庆生医院就说不行 这是有 知道我是车祸 他说不行 一定要做电脑断层扫描 7200 那个时候 那是你做部习班老师的时候 对 应该是差不多有 二十几年前 二十几年前 那时候还没有健保 我记得做电脑断层扫描 要7200 以前要自费 头都摔伤了 还记得7200 记得 我还记得后面的价钱 然后告诉你 我一做完电脑断层扫描之后呢 他就立刻拍住院 说你不准动了 因为我一直 我就是这样 我这边很痛嘛 因为这肌肉很大 可是我告诉你 他说这里没关系 这里叫做外伤 他严重的是在这里 因为我撞在这里之后呢 我的淤血淤在这里 Hemorrhage 我这边有一个Hemorrhage 他说 我说很大片吗 他说两颗花生米大 然后所以我就 我就必须 他就说你绝对不能动 他逼我在床上小便耶 我其实可以 我手脚什么都OK的 他说你就是卧床 你不要动 这是很紧急的状况 你不要动 你要听话 所以刚好 而且那时候还有一个 亲身医院还请了一个 国外的医生 来教他们整个急诊的一个制度 因为他们要跟各大饭店签约 OK 那个中山北路很多的那个饭店 我还记得那个外国医生 叫丹尼尔 然后呢 他 我说好无聊喔 这样他说 他就给我一本书 果然真的很有帮助 我没有看到第二章 永远 Chapter 1我就睡着了 叫马可波罗西游记 英文版那样子 OK 我也记得 所以就那两颗花生米 所以后来是隔壁的一个妈妈 她女儿是 也是搁到大拇指住院 然后她说 她说你这个要吃我的 隔壁有的油 我说好啊 要多少 一匹要200块 要吃八匹 我说好 我要吃 就西药吃一吃 吃中药 偷偷吃中药 这样子 然后 我永远记得那个医生 叫何志军 何志军医师 谢谢喔 当年你帮我救活 这样 然后呢 他就说不能动 为什么 因为这个血快会跑 所以然后他说 但是你年轻没有关系 他有一些可以 化那个 自己化掉 对 让他吸收 慢慢吸收 不要让他跑 这样子等一样 后来我实在没有钱住院了 我就跟他讲 Doctor我可不可以出院了 他说 出院 他认为我应该还要再住 这样 然后他说 100减7 等于多少 嗯 我说97